17日,荣台青年追梦华灿原梦成都就业创业交流会 即荣台青年就业创业基地授牌仪式在成都华灿工厂举办 此次交流会由四川省台办、成都市台办、成都市城华区台办指导 航天科工通信技术研究院双创平台主办 交流会以追梦华灿原梦成都为主题 以视频会议方式连线北京、珠海、台北会场 共选取了五个项目进行现场录演 并针对性邀请了投资公司专业投资人和融资项目进行投融资对接 以及成都市东郊技艺艺术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进行产业推荐 四川省台办副主任袁明表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荣台青年尤其需要团结一心 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推动高质量发展 相关部门将继续优化服务 担当起融台创业青年的金牌保姆 助力融台创业青年成长为参天大树 活动现场 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市台办主任傅君 向华灿工厂双创平台授牌融台青年就业创业基地 随后 华灿工厂双创平台与台湾诺萨克科技驿站连线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在办公空间、入住企业、知识产权等资源共享上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结束写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